红中出口 宝极高一 还没太搞清楚了 我都没搞清楚那一两句 阁下一下搞清楚了 你告诉我 您上来 我下面跟你顶礼 这是开玩笑 这不是供高的意思 这是开玩笑 所以下面你看到中国字 用字那个为 下面就是入到什么 下面就是从体中的体中 入到体中的像 您要知道那个像 所以讲到一个为字 就可以看到前面这个上面的经文 为 中国人讲为是印之速 回印 回印之速度的速 快速的速 而无疑 没有疑惑 叫做为 你反应之速 没有疑惑 那是为 所以看到古书上 圣人要是问弟子时 你懂不懂 都回答一个字 为 对吧 你看到古书上 都是用一个字 为 你懂吗 为 什么是什么是怎样 为 就是用这个为 就是应答之速 那个速度 表示心中无疑 站在体中 已经明明白白 所以反应之速 马上到的像中来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为 我有阿难 经文就是先受别寝 远游未还 这个经文 但是假如用到世间之间呢 阿难根本叫破下 律中不准 如是 还有别寝 还有未还 还独寝 还字字没有回 根本叫破下 但事实上阿难没有破下的事 根本没有破下的事 那既然没有破下的事 那为什么写出这段文字呢 在像中你永远 怎么说都解释不清 这是信中的作用 信中你才能知道 这段经文在哪里说 阿难表什么 刚刚已经讲多文嘛 文信嘛 你明白这些刚刚体中的作用 再真再熟 清清楚楚时 所以马上就会看到 行者陷在念念之间 那念念在是佛 就念念在绝心上参 那一念心 是不是念念还能达到 末梢 他叫月珠成蕾 他能够明白未来 那未来在哪里呢 文信念念之间 都是打散在一切缘起中 但是过去的文信 打散在缘起之中 你要是不知道是佛 这个文信叫做多 你念念之间叫在是佛 就是不离大觉心底 那个文信也不些 念念都在那边 念念都是在一切气氛现前处 所以他用了一个字 前面用个为 唯有阿难 阿难叫做多文 第一 从文信中 信以多文 就是文信中来称 你要看他的多文 因为他能够多文故 所以他文一定信在多 这他后面那一句话用仙 所以中国古人历经 没有一个字随便印的 仙 仙是什么 仙跟你讲说 信钱为仙了 就是表出来 信钱 他不是仙寿别景 就是他他他他用四间文字 他之前就去了 思钱佛让他去 是吧 他们在结下 他不是那个意思 他就是信钱 就是信中 就是如是作用 叫做仙 也就是如此表率 叫做仙 就是如是法 如是表 叫做仙 仙寿别景 为什么是别景 既然是文信 文信 现前处都是什么 都是印种种缘起初 在这文信上面 你要担当他就是印种种缘起初 印种种缘生当下 就在这个缘起当下 你才能够知道那个文信 才能够入那种种多文 不但你能够入那个多文 你才能够文多 你在这个文多上面念念之间 都是在是佛 是你的大觉心体 所以在信中来看的话 那不犯 在像中来看阿难都犯 就是破下 可是在信中呢 是在信中表 我不是说在信中讲就不犯 就是像中就有这种事 这整部经是在信中说的 所以叫开智慧的论言 就阿难就不犯 他就是别景的 先受别景 远游未怀 为什么叫远游未怀 富他 他能够随机就硬杆 叫富他 富他远远 就叫做远 富他远远 参方叫游 什么叫游学游学 参方 你这一念心 一定是念念之间富他 这个文性念念富他 念念在参方 为什么叫未还 信还未尽 所以未还 还没有圆满 必尽 所以未还 那实际上 你将来成佛 那还信也是 念念之间的 能够应种种源 所以释迦摩尼 他处处都在千 这个千华之上 现千释迦菩萨 他信中就是如此 所以这叫远游未还 所以讲到远游未还 你不是讲破戒想 一部大经 讲到前面是这个是红犯三戒 下面马上阿难犯戒 他就讲到决性之中 他这样子流出嘛 所以才能叫适堕 适堕就告诉你 知道如是适堕 将来你才知道众生如何回头啊 你在念上如何回头啊 所以阿难事堕不是告诉你 真有如是堕落 是告诉你信中就如是像 他就是如是像 他远游未还 但是后面一句话 告诉你不黄生痴 不黄生痴是什么 黄者叫做侠 但是也可以叫做烂 不烂生痴 又别情又远游未还 那就叫做败坏生痴嘛 怎么又不烂生痴呢 过去是应供一定要是一生痴嘛 你要是不一生痴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败坏 破绿 还破下 那这在下 在结下就破下 那现在跟你讲 他远游未还 那马上给你押去 不黄生痴 就是不烂生痴 为什么 因为就是你的文性 能够随一切开始 随一切原性 开始在这个佛性上参食 念念看的都是那些感觉 就像刚刚讲 你知道性真 就知道波斯尼在俗的种种的栽生 回舍 回共 所以你要用到用中来看 在体中的用中 就是体中的像中来看 那就是那个文性处处流出时 因为那个文性处处流出时 它才能够为你安利一切身次 你才能够明白一切身次 是因为文性 因为多文 因为是依佛的多文 念念如果在印在印缘时 你才知道这一些决性之中 印缘当下 所有一切见词 它叫做不黄生痴 你要不是在文性中来看 全部都以乱生痴 你在文性中看 它就是不黄生痴 好 休息十分钟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